在客户台上输出的就是小程序页面从后段服务里面得到的当前内容的评论数据 可以打开这里面的第一条数据 如果评论是回复的其他的评论 那么这条评论的parent的值表示的就是它被回复的那个评论内容的ID 因为请求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下滑线embed设置成了true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下滑线embedded 它里面的这个inReplyTo就是被回复的那条评论里面的数据 下面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些数据 在回复的评论的上面显示它回复的那条评论里面的内容 打开内容页面 pages posts show.js 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之前定义的这个transform comments这个方法 它可以去处理评论列表里面的数据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去处理一下被回复的评论里面的这个部分数据 先去判断一下 如果item就是评论里面的这个parent不等于零 我可以先添加一个inReplyTo 它的值就是item里面的小线embedded里面的inReplyTo 这里面的第一个项目 它就是评论回复的那个评论内容 下面可以再添加一个reply 让它等于一个对象 然后先把这个inReplyTo里面的东西呢 拿出来放在这个对象里面 下面再添加一个wxml 它的值可以用一下to wxml里面的to json这个方法去处理一下inReplyTo toContentRendered 格式是html 就是去把被回复的那个评论内容里面的html标签 转换成小程序的组件 再添加一个fromnow 它的值用一下moment utc 处理一下inReplyTo里面的date 转换一下评论的时间的一个显示的格式 接着用一个local去把时间转换成本地时间 再设置一下时间的格式 可以使用fromnow这个方法 下面再重新的设置一下上面定义的这个comment的值 先把comment里面的东西呢 拿出来放到这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reply也放进来 这个reply就是评论回复的那个评论 里面包含了我们转换之后的数据 打开内容页面的视图 先找到评论用的这块视图 在评论的日期的下面 我们可以去显示被回复的那个评论 一个view 什么加上comment 小块钱小块钱content 小块钱quote wxif这个组件只有在item的parent 不等于0的时候才会去显示 里面可以先显示被回复的那个评论的内容 一个template 使用的模板是intree 添加一个date属性 把itemreply 里面的wxml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再交给这个intree模板去使用 添加一条小横线 接着再用一个text 在这个组件上面加上comment 小块钱小块钱content 小块钱author 绑定输出 itemreply 里面的authorname 下面再用一个text组件 上面加上comment content date 里面绑定输出的就是被回复的那个评论发布的时间 这个时间可以用一下itemreply下面的from now 再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 再去设计一下被回复的评论内容的样式 设置一下comment 小块钱小块钱content 小块钱quote font size是12像素 font style是italic就是写体 颜色是999 上边的外边距大小可以是四个像素 下面的外边距的大小也可以是四个像素 左边的内边距的大小可以是四个像素 然后在左边再添加一个边框 大小是两个像素的实现 颜色是101010 回到开发者工具我们再预览一下 因为让显示的这个评论里面 第一个评论用的就是一个回复评论的样式